你见过用子弹切断婴儿气带吗 你见过用胡萝卜杀人的吗 这个男人手里的胡萝卜不仅富含维生素 而且还是杀人的力气 他多才多艺 居然能够一边接生一边跟歹徒强斩 这就是今儿要跟大伙聊的影片 赶紧杀绝 史密斯先生是个身怀绝技的男人 虽然是无业游民 兜里连一百块钱也拿不出来 但他饥饿如仇 最大的还好就是替天行道成千出恶 这一天晚上 他正坐在路边的长椅上吃胡萝卜 一个孕妇惊慌失措的从他面前跌跌撞撞的跑过 后面还紧跟着一个杀气腾腾的杀手 对史密斯来说 这种行侠仗义的机会他可不能错过 杀手一步步逼近孕妇 孕妇情急之下从包里掏出了手枪 但枪里的最后一发子弹还被孕妇给打偏了 眼瞅着孕妇就要死在杀手的刀下 史密斯及时出手了 用那根多功能的胡萝卜干掉了杀手 但就在这个时候大批的杀手赶到了 史密斯这一系列的骚操作令人眼花缭乱 只是可惜了那件下之不菲的皮衣 就在枪战正憨的时候 孕妇连惊待下造产 于是史密斯一边跟歹徒枪战一边替孕妇接生 弹壳劈里啪啦的掉在了孕妇的肚子上 想必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长大后也一定是个硬汉 黑帮老二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 而且智商非常的高 曾经在联邦调查局干过 史密斯抢过他的枪 但他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这种枪必须对应指纹才能发射 史密斯不敢恋战 抱着孕妇和孩子仨子就跑 混战中孕妇不幸被击毙了 史密斯只好带着孩子逃着夭夭了 但他的行踪很快就被执行者给发现了 他抱着孩子躲进卫生间准备伏击执行者 但没想到手枪跳进了马桶 进了水的手枪由于受潮无法设计 虽然他做了处理 但仍然没法使用 执行者冲进卫生间 两人随即展开了大战 两人的战斗力显然不在一个级别 史密斯最终打上了执行者 抱着孩子逃离了 但对于一个大男人来说 他既不知道 也没办法养活这个刚出生的婴儿 他脱掉了不知道多久没洗过的袜子 给孩子做了一顶帽子 这也是他唯一能替孩子做的事情 黑帮老二虽然杀人不眨眼 但他却是一个好老公好父亲 业务这么繁忙 他还很有耐心的接听了老婆的电话 并和手下探讨了女人和手枪之间的区别 史密斯先生抱着孩子来到公园 把孩子放在了转盘上 他希望能有好些人把孩子抱着抚养 一个女人发现了孩子 刚要走近就被赶来的黑帮老二给击毙了 史密斯接下来的操作也属于大身级别了 看的黑帮老二是目瞪口袋呀 为了能妥善安着孩子 史密斯找到了自食其力的莫妮卡 他无情的撵走了莫妮卡的客人之后 希望莫妮卡能够暂时替自己照顾几天孩子 但是被莫妮卡言辞拒绝了 黑帮老二知道孩子需要奶水 因此派手下开始寻找这个城市里 所有能为奶的女人 并且很快找到了莫妮卡 虽然史密斯是老熟客了 但莫妮卡对史密斯并不了解 尽管他说出了所有自己知道的 但黑帮老二还是不信 就在黑帮老二准备虐待莫妮卡的时候 史密斯先生出现了 史密斯打伤黑帮老二 带着莫妮卡的孩子 离开了这个无颜瘴气的地方 然后又偷了一辆违章停放的帮马车 对于他这种级别的孤单英雄 一般人都会认为是干大事 但史密斯先生事无巨细啊 那些违章开车的人 他只要见到就绝不放过 只不过他纠正违章的方式 显得稍微暴力了点 为了应付接下来的大战 史密斯到商店里买子弹 俗话说一分钱难道英雄汉 由于钱不够 史密斯还把自己的粮食券 和献血得来的钱拿了出来 史密斯带着莫妮卡和孩子 来到自己家赞比 令他奇怪的是 尽管他和黑帮之间 折腾的这么厉害 电视上居然没有任何的报道 不过这时候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孩子只要一听到摇滚乐 就不哭了 据此史密斯认为 孩子的母亲之前 应该经常在有摇滚乐的地方停留 嗅觉比狼狗还灵的黑帮老二 带着50多个手下 很快找上了门 紧接着是一场鸡飞狗跳的强战 虽然反派人多是众 但主角有光环的价值 始终是有境无险 黑帮老二那50个 过来凑人数的手下 基本上全都挂了 随后史密斯和摩尼卡 带着孩子来到了重金属俱乐部 在俱乐部的楼上 他们发现这里居然是一个 人工培育孩子的场所 让史密斯不解的是 这里所有的精子样本 全都是同一个人提供的 而且屋子里是狼藉一片的 一些人被干掉 明显可以看出有人偷袭了这里 这个时候史密斯看到了 正在擦枪的执行者 原来这一切都是执行者干 根据现场的种种迹象 史密斯认为 一定是有一个人得了绝症 需要有相同DNA的人 捐献骨髓 随后两人下榻在了一边民旅社 但黑帮的人阴魂不散 很快就找到了他们 解决掉这些人之后 史密斯发现他们用的枪 全都是刚上市的新产品 为了搞清楚这所有的一切 史密斯先是把摩尼卡孩子 藏在了展厅里的坦克里边 然后来到了生产首相的武器公司 原来这个追杀孩子的黑老二 是武器制造公司 老板对老二的办事不利 非常的恼复 史密斯在仓库里 不仅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还被老二诞生给归功 幸亏他提前有防备 经过一场枪战 我们的大英雄毫发无伤的脱险了 虽然现在知道 是武器公司的人在追杀孩子 但为什么追杀 史密斯一直搞不懂 回到坦克里之后 史密斯无谓中从报纸上 看到了一则新闻 正在竞选总统 并且很有希望获胜的议员 是一个主张枪支管制的官员 议员患有严重的疾病 议员想利用生小孩的办法 给自己进行骨髓一支 但武器公司的人 却想破坏这个计划 这就是孕妇和孩子 为什么被追杀的原因 为了把这件事做个了结 史密斯让莫奇卡带着孩子离开 走得越远越好 可他俩刚出门 就遭到了反派们的追杀 史密斯利用调虎离山之际 用玩具娃娃 把老二机器手下给忽留住 随后史密斯联系了有关部门 对议员来说 利用生小孩取骨髓 一旦曝光他的仕途将毁于一旦 于是他在飞机上亲切接见了史密斯 影片演到这里 彻底把我给看蒙了 史密斯仅凭议员衣服上的狗毛 就坚定的认为 议员和武器公司的老板是一伙的 事情果然就像他想的那样 议员其实已经移植完骨髓了 武器公司的人 还有议员手下的执行者 为了掩盖培育小孩的丑闻 才不停的追杀孩子 史密斯挟持议员 来到了飞机下面的检修舱 史密斯认为 把议员干掉有两个好处 第一是不会再有人追杀孩子 第二就是 议员的死为引起民费 这将会导致议员关于进枪的提议 得到顺利的通过 史密斯杀了议员之后 带着伞帽从飞机上跳了下去 这不愧是一部火爆的枪战片 跳个伞还不见着呢 双方在空中展开了对射 史密斯先生是海陆空通知 依然是大破全身 不过身负重伤的他 最终还是被武器公司的人给抓住 接下来老二开始刑讯逼供 让史密斯说出莫妮卡和孩子的下路 史密斯认为的 只要议员死了 孩子就安全的想法并没有实现 因为这个老二不仅替武器公司工作 他还受估于另一位神秘的官员 只有干掉孩子和莫妮卡 议员死亡的真相才会永远被埋葬 受尽折磨的史密斯 在老二准备放大招的时候 终于开始反击了 虽然被老二掰断了几根手指 但战斗力依然不见 他利用不知道什么原理 把夹在手指中间的子弹射向了老二 老二硬生倒下 死得非常的不明目 不是每条狗都叫中学办公 武器公司老板的那条狗 一看主人死了 于是便跟着史密斯走 虽然史密斯不知道 莫妮卡带着孩子去了哪 但凭着感觉走一定没错 此时的莫妮卡在一家冷饮店打工 边上班边招过孩子 两人见面是热烈相拥 但幸福总是那么多短暂 一会儿不知深浅的劫匪持枪冲了进来 咱们也不知道 这帮手持武器的家伙为什么不去抢银行 而是来抢一家声音惨淡的冷饮店 但他们的下场是显而易见的 还是那根功能复杂的胡萝卜 被史密斯先生玩的是出神如画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一样进入 腊手神探周润发 保护孩子顶挂挂 欧文表现也不差 都是当代好的妈